智慧城市论坛才开幕 前一天传出了率领的出席的贝里斯市长 他身边有名工作人员筛检阳性确诊 适合一天再传两例 分别是波兰还有巴拉归籍的团员 而克兰在昨天还出席了开幕式 当时包括了台北市长柯文哲 桃云市长郑文灿 还有经济部长王美花 全部都在现场 幸好快筛的结果都是阴性 指挥中信息要求 剩下27名外宾 还有8名的随行秘书居家隔离 而出席的人员也必须要进行 自主健康管理 记者会一开始先跟大家报平安 前一天才出席智慧城市论坛开幕式 没想到同场又新增两名外宾确诊 22号先传出贝里斯市长身边工作人员染疫 23号破兰籍外宾出现咳嗽症状 二采阳性确诊 另外还有一名巴拉归籍的团员 也应转阳CT值36 外宾的8名随行秘书 还有3名司机也有10加7居家隔离 119名工作人员则自主健康管理 至于当天余会的5045人 包含台北市长柯文哲副市长黄珊珊在内也要自我健康监测 第一次做自己做快筛 检查一条线两条线 我们昨天在会场是戴N95口罩 跟外宾都保持1.5公尺以上 开幕式当天也到场的桃源市长郑文灿 经济部长王美花赶紧自主快筛 幸好结果都是阴性 但避免风险扩大 北市府疫情记者会紧急改为线上举办 王美花也临时取消 下午陪同副总统赖清德的行程 这群外宾经由专案泡泡入境 其中有17人却没在街场 而是在下榻酒店裁剪惹意 但北市拿到的防疫规划 最终版本曝光 这群外宾应该要在后机室先裁剪 本土疫情缺款后 首开专案泡泡 却出现确诊者差点漏筛 甚至出席公开活动 火速喊咖 SOP明显还有检讨空间 我国在今天的本土疫情 新增了两例个案 那么其中一位 就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 和平院区的染疫护理师 他的女儿也确诊了 一家四口 包含了先生还有儿子都确诊 现在女儿也验出了阳性 而他就读的国中校方 接获消息 紧急对全校的师生 2476个人进行裁剪 而他就读的班级 也宣布停课10天 贡理师的女儿 他其实已经打过了 两剂的BNT疫苗 但是他验出来的CNT值 只有13.9 代表说他的病毒量高 那么消息一出 也让不少的家长很担心 大型裁剪车进驻校园 因为北市一名女郭忠生 23后确诊 她正是前一天公布的 联谊和平院区 染疫护理师的女儿 校方紧急安排 全校2000多名师生筛检 家长得知消息 也都赶到学校 国中 国小 幼稚园都是一起的 那其实大家那生活圈 碰到东西什么的会紧张 而且小朋友被打疫苗 家长们难免担心 因为护理师的女儿 病毒量还很高 她出现流鼻水 喉咙痛等症状 裁剪确诊 不过她跟母亲一样 都有接种过疫苗 CT值却都偏低 反倒是护理师的先生 和儿子确诊前 没打过疫苗 CT值却偏高 代表病毒量不高 也没症状 另外新增的本土个案 则是住在新北神坑的 40多岁女子 打过3剂疫苗 22号因为要到医院陪病 裁剪护确诊 CT值33.7 没有症状 目前以匡列接触者13人 眼看不少患者 不管是本土或境外 不少人都是无症状或轻症 为了避免轻症患者塞爆医院 指挥中心也决定 调整轻症分流措施 18 19岁这个年龄层 确诊人数也不少 主要是最近有蛮多的境外生 也多半很多是从我们的 这个东南亚这边的国家来 商务课最近也比较多 边境松绑以来 16号到22号 落地裁剪验出阳性的比例 比前一周增加了14% 24号起调整轻症分流措施 从原本的20到49岁 放宽到18到59岁 预计可以让93.8%的 轻症个案入住集中检疫所 盼能有效缓解医疗院所的负担 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国防部现在也证实了 乌克兰军方这几天 已经转手围攻 逐步地夺回师徒 而美国也正在努力 要尽速地把更多的军援武器 交套乌克兰的手上 英国的军方更是大方承认 他们在东欧的一处秘密地点 训练乌军操作厉害的星光飞弹 能够有效地击落 俄军主力的米格战机 而美国的退役将领就说了 俄军会在短短三个多星期 就已经葬送了五名高阶将领 应该是他们的通讯出了问题 遭到了乌克兰方 阻断或者是拦截 导致俄军的指挥体系 现在已经濒临瓦解 飞弹接二连三划破天际 俄军战舰从克里米亚附近 连设八枚巡异飞弹 直从乌克兰境内 展开新一波攻势 但乌军也不敢被压着打 在英国军方的协助下 学习使用星光飞弹 有望打击俄军主力的米格战机 星光飞弹发射后 会分离出三个弹头 有效摧毁敌军战机 可说当前最好的短程防空飞弹 英国上校军官不避讳坦诚 已在东欧一处秘密基地 训练乌军操作星光飞弹 美方也证实乌军这几天 转手为攻 步步夺回尸土 美国也正努力尽快将拜登总统 日前签署的八亿美元军援武器 交到乌军手中 如今俄罗斯军队士气低迷 美国官员更指出 原以为能速战速决的俄军 没有攜带预涵装备 导致许多士兵动伤 退出前线战斗 美军退役少将也点出 俄军在短时间内 葬送五名将领的关键原因 俄军通讯恐遭乌方阻断或拦截 导致高阶将领暴露在风险中 这也表示俄军的指挥体系恐已崩溃 过去四十年美军只有一名少将 在海外战争中身亡 因此如今俄军将领接连倒下 实属非常非常罕见 六人好逼 乌克兰身为世界重要的粮仓 遭遇战火即将建满一个月 除了导致当地的民众流离失所 也影响到了粮食价格 还有未来的出口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就警告了 接下来很可能会爆发一场粮食危机 影响的不只是欧洲 还会扩及全世界 俄国占领的克里米亚外海 巡异飞弹一发接一发 从俄国的海军舰连环发射出去 一连串攻势 周围一千六百公里内的城市 都可能是目标 但确切位置仍无法证实 眼看俄乌战事就快见满一个月 乌军顽强抵抗 让俄军久攻不下 但战争拖得越久 对民众来说越难以承受 而且影响的不止乌克兰人 还扩及中东北非 乌克兰政府发出警讯 现在世界重要粮仓面临战火 一场全球粮食危机迟早爆发 本该在春天撒下种子的农民 没机会播种 而要是港口被俄军封锁或占领 就算有产品恐怕也出不去 土耳其和黎巴嫩等国 几乎全国所有的小麦都要靠乌克兰 利比亚也好不到哪里去 小麦有四成从乌国进口 埃及也相当仰赖乌克兰 如今小麦价格飙涨 连带导致当地的货币贬值14% 若是粮食危机扩大 可能影响中东政局 也让这场战争的后续冲击 越来越难以预料 综合报导